大家好,我是千鳥 前面讲了很多古 今天想要尝我们现代线主角雷娜哈桑的角度 谈谈她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还有她多年来在Obstargo所产生的一些疑问 2017年10月20日 雷娜和她的历史战术小队队友 迪安娜·盖瑞接到了一份新的任务 任务内容是要她们去调查并回收一样高价值的古物 她们在两天后搭机前往目的地 取得了补给车辆和住宿位置 目标所在地估计会是洞穴、石室、空洞之类的地形 迪安娜就留在住宿地点提供远端协助 雷娜则带着系带型的Animus前往现场 抵达探索现场的洞窟后 雷娜架起了补给设备 准备好Animus 把线连到目标的尸体上 准备开始潜行 这本原本中物内容有些落差 另外雷娜一心只想要加入Animus计划 而不是在这边回收古物 如果这不肯定乱托备我带到Animus的项目的地方 就没有任何事 你知不知道他们会不愉快 你会对这份预计划 他们知道我没有工作 这次你把这份预计划热 然后被扭转了 完成初步联系后 雷娜写了一封信给苏菲亚 苏菲亚就是我们前几集所提到的 苏菲亚里经讨人厌的翻译问题 2006年的时候 苏菲亚挖掘了雷娜进入Abstergo 而且苏菲亚也是Animus4.3的发明人 如果能够得到她的认可 那就离梦寐以求的Animus计划 就更进一步了 信中说道 成功了 我是指副作用很糟 但是我的携带型Animus可以成功运作 看到我做了什么吗 苏菲亚 总之我不知道我在这里面多久了 但是已经够久了 但我想到那个什么守护者 可以是警察还是警长之类的 班牙克可能是刺客兄弟会的成员 就像其他Abstergo在研究的对象 目前为止已知的事物清单 这个人跟我差不多顽固 他很擅长跟人讲话 还有打架 人们把他当作是保护者与捍卫者 他的社群仰慕并尊敬他 如果需要不被注意的话 他就像阴影一样 对我想他符合兄弟会成员的火星 但我还挺好奇的 他有个饱受折磨的灵魂 疯狂的追求复仇与那类的东西 他有着自己的事业 我可以像是自己一样的感觉到 我觉得这应该好一阵子了 这超奇怪的 他的感受这么多愤怒 爱上与憎恨 又这么多的罪恶 总之我需要更多资讯 哎呀 我记得有这个名字 我记得巴雅克听到这个名字时 未来是如何翻腾的 或许他就是答案 只有一种方式才能知道 狄狼肯定会爱死这个 虽然雷拉一心想要加入Animus计划 但是他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这些年来 他在Up Circle看到公司内部有许多荒谬的事情 违背承诺 暗中算计 含糊的人资流程 虚伪作作 除了这些每间公司多多少少都有可能会有的事之外 最奇怪的是 公司里面重要的人物 总是会在奇怪的时间点突然就离开 消失 死亡 有时候甚至根本没有解释 好像这个人完全不存在过一样 曾经有一次 雷拉暗示性的向上面的人提到17号实验体 却被明确要求做好自己分裂的事 别管那么多 面对这样的obstacle 雷拉只好自己偷偷收集资料 并整理出目前发现的几个疑点 2016年12月14日 晚上的9点29分 艾伦已经死在伦敦的货本圣堂内部 夜市报告指出 里经的气管被刀刃切伤 脖子上有水平的切痕 死后跌倒的时候撞到头部的右侧 右手上有轻微的烧焦痕迹 原因不明 然而这个夜市报告出来的非常赶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好好地检验 事件发生不久 obstacle就想办法拿回尸体 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丧礼 雷拉找过克斯费血的档案 的确发现了几份被偷偷隐藏起来的 夜市报告 但都没有更详细的资讯 这份邀请函 12月14日晚上9点 没有人知道 当晚到底是什么活动 活动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艾伦已经死亡的新闻报道 这份报道中指出 当天晚上霍本地区发生了瓦斯外泄的事件 紧急疏散了上百民众 神奇的事来了 瓦斯外泄的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当晚的9点 正好跟神秘邀请函的时间一模一样 现场拉起了35公尺长的封锁线 让人不禁怀疑这很有可能是为了这个邀请函 而做的感人措施 还不止如此 雷拉不管是询问救护单位、消防单位 都表示真有此事 但她去查了当晚的瓦斯状况 所有的数据全都显示正常 到底是救护、消防单位说谎 还是瓦斯资讯有误 或者是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在事件后 雷拉也有急性询问苏菲亚状况 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 虽然之前苏菲亚曾经要求雷拉 别再寄信给她了 但她两个还算熟悉 而且这也不是 跟加入Animus计划有关的信件 究竟是他们友情破裂 还是苏菲亚也被卷入其中 又或者是 根本没有办法给予雷拉一个 适当的答复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如果玩过前作的话 就会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第二位可疑的人物是 伊莎贝尔雅登 雅登死后 艾斯特哥花了一整年 才找了塞蒙哈萨威取代他的位子 在这期间工作都有葛梅提克代理 葛梅提克代理的这段期间 很努力的销毁一些雅登之前找到了资讯 其中一篇被找回来的戏内容如下 艾瓦若我希望你现在是坐着的 从上周约翰史坦迪斯的样本中 萃取了不知道什么 在总共不知道多少记忆的情况下 我们有60fps记录的2.7秒影片 但就算只是个这么暧昧的样本 我已经感到天花乱坠 我从影片中拍出了一个画格 让你看看资料损毁有多严重 但就算这个品质之下 还是有很多惊人的画面浮现 注意不知道什么人影 比旁边的人平均高了20寸左右 和一段乱码 建筑看起来像是苏美 埃及 巴比伦的混合 但他们使用的金属却是 这个不知道什么合金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更奇怪的建筑形状 这些结构在世界各处都没有显理 即便记忆的地理位置是在什么的西南 很不幸的 大部分这些影像的地理位置 标记都令人困惑 有些时候是在现代约旦的8万年前 有些时候却是在什么地方 和伊索比亚的地点 但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办法笃定确确位置 信件内有许多烂码 内容也不太符合一般大众所认定的实施 这些烂码是由于信件中内容复杂 无法正确复原所致 同部门的亚登 他的任务一直是在找寻着什么 最后在白金汉宫被电死 官方给出来的说法居然是 亚登带队进入白金汉宫 为了修复 二战中因为安全理由而遭到封锁的775个房间 在主持工程的时候 意外被电死 他究竟在找什么 为什么不能说 不能通过正常的管道派遣小队 而是要用这样一个借口 下一位是奥利弗·加诺 他是Obstacle娱乐的创意总监 2013年就被通报失踪 当时他正准备要前往芝加哥参加股东会议 就这样没有再出现过 奇怪的是 雷拉追踪了他的金流记录 发现他有可能在2014年的5月 独自一个人在芝加哥吃饭 当然也有可能是遭到盗用 但从点餐内容 加点了乡村肉汁这个习惯 很有可能就是本人 在加诺失踪4年后 一段来自芝加哥的监视录影带画面 照出了他当时租的车辆 车牌比对也符合 而他本人正在遭到一名蒙面大意的男子 枪杀 然而官方给出来的说法是 奥利弗加诺从来就没有出现在芝加哥 完全否定了这个事件 也没有对于他的失踪做出新的解释 最后一位充满疑点的人物是17号实验体 戴斯蒙·麦尔斯 在作为17号实验体 帮助实验的过程到死亡 雷兰发现这其中有许多神奇的地方 根据戴斯蒙在 Obsergo魯马园区所做的医疗检查报告 他在2012年9月被允许开始配合计划使用Animus 他的精神状况正常 没有生病、受伤 也没有任何特殊的病史 看起来很平常的参加了这个计划 然后三个月后却发现他死在 纽约上周的一个偏远地区的洞窟中 看起来就像是逃跑的 为什么参加实验的他突然要逃跑了 Obsergo对戴斯蒙有着有别于其他人的待遇 他们特别组成了一个小组 到华盛顿去接戴斯蒙 而且直接就带着他到罗马园区去见华伦维尼克博士 这位Animus的权威 好像戴斯蒙身上有什么特殊的点一样 而且戴斯蒙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资讯 导致当地发出了一厢巡人骑士 骑士中提到他们最后看到戴斯蒙的地点是 华盛顿的广场公园 2014年雷拉在克斯废学的档案中 挖出了一些资料照片 我们就直接来看图 照片中可以看到Obsergo的人员 正在将戴斯蒙的尸体回收 可见Obsergo最后还是取得了戴斯蒙的DNA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对戴斯蒙如此的执着 连他死后都不犯过 在戴斯蒙死前的几天 他的父亲威廉·麦尔斯 似乎跟Obsergo有发生了一些冲突 2012年12月8日 威廉写了一封信给戴斯蒙 表示自己不得不独自一个人前往埃及 尋找某一个最后的能量人 而且预计自己可能会遭遇到敌人 三天后 威廉又寄了一封信 说自己被困在博物馆 看他的儿子道歉跟示爱 隔天早上 华伦维迪克办公室的监视器画面拍到 威廉被拘留在此地 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看来我们的蕾拉一边想要参加 Obsergo更高阶的计划 一边又对Obsergo抱持着怀疑 接下来会怎么样 还蛮令人期待的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赞、留言 分享出去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 还有FB粉丝团跟LINE的官方帐号 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